這裡也是一個天然的練習場 我們今天來到了台中 說不就走系列很少來台中 說實在台中真的不怎麼好玩 你看到這裡好像是營地 錄影地 看完了啦可以一想到了 Viu還蠻不錯的 所以當兵那麼幸福喔 可以看那麼多美景嗎 是嗎阿虹 嗨 真的 這裡真的好好排喔 然後我們還遇到了一群 我們今天 這是我們今天的陣容 嗨 看這下就選新郎新郎 現在來到直播館 這是台中二日遊的第二天 我們都期待在風圓這一帶 因為其實台中四處的景點真的是 很不錯 其實這一區看的就是我們剛剛外公開的廚房 廚房的樣子 我們也可以走在這邊然後拍很多看照片 因為其實它的採光滿 非常好拍 所以進來 這個是 號稱全國最美的出家 它其實是後面有這個美美的花 它其實也是在設計的裝潢去做完點綴 所以特別的有夢幻 耶 這個是我們走在中央公園的紅線上 然後這是這邊的導遊呢 特別推薦的喔 他說呢 走在中央公園的紅線上 是這邊的路線中最美的一條 好 耶 我們走到中央公園的這一帶呢 就是一個 馬路結合的那個 哈囉 是很有設計感的那個 屋頂造景 就是一個造橋造景 我覺得我超愛這種風格耶 這個超美的 好 終於到了這個柱子區了 嗚嗚嗚 太棒了 因為這個柱子區 其實就是有很多網民聚集在 沒有它拍起來 它讓人很緊張 這個柱子呢 它是屋頂巫殺喔 它有營造出一個就是 就是在大自然 結合大自然的一種 算是希臘地狀態的感覺吧 我覺得非常的厲害 滿有巧思 而且它竟然是在這個 很有設計感 剛剛我們前面看 很有設計感 路橋下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厲害 我很欣賞這個建築設計 真的很厲害 我喜歡過這個很少 一片多個月 豈不是一個 mucha 不滿嗎 一片多個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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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還有一片多個月 胡編子 拍好幾個月 一片三片 感谢观看